古巴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 拒绝接受美国将对古巴公民 发放的旅游签证有效期 从5年内多次入境 缩减到3个月内单次入境的决定 认为美此举对赴美古巴公民 构成了一个附加障碍 美国驻古巴使馆网站15号 发布消息称 从本月18号起 美国将对古巴公民申请的 包括旅游 探亲 医疗等 目的在内的B2签证 即旅游签证有效期 从5年内多次入境 修改为3个月内单次入境 以便在签证费和签证有效期上 与古对美相关政策对等 目前美国人付古巴旅游 是持单次入境签证 每次可在古巴最多停留3个月 签证费用为50美元 而古巴人付美国旅游 则持60个月内多次入境签证 办理费用为160美元 古巴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美国所称的对等说法并不合理 事实上 目前复古旅游的美国公民 只需付款即可获得签证 而自特朗普2017年 就任美国总统以来 美政府宣布收紧对股政策 随后撤回六成 美驻古巴外交人员 并停办几乎所有签证服务 因此 赴美旅游的古巴公民 只能前往墨西哥 归亚纳等附近国家办理签证 为此旅途成本增加 并常有被拒签风险 声明说 如果美国确实想实施对等政策 就应立即重启在古领事服务 为古巴公民办理相关签证 2014年年末 古美两国启动关系正常化进程 2015年7月 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2017年9月 美国以美驻古外交人员 遭到声波攻击为理由 撤回绝大多数驻古巴使馆外交人员 宣布使馆无限期暂停 办理古巴公民赴美签证业务 仅处理在古巴的美国公民紧急事务